今天交给凌儿 你说那个周围这样子那个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 那个是赢了比赛就自愿了 赢了比赛就开心了 那千诚这边呢 看起来也是有练过 这个对我们队来说就是赢了都好说 然后我就因为是我先挑了 我就挑了个最简单的 啊你挑了个最简单的 好那也是恭喜你们进行到了咱们的总决赛嘛 挑战哲薇的总决赛 一场4比0一场4比2 这一路走过来觉得还顺利吗 秦秦 应该还算挺顺利的吧 嗯那千诚呢 我我那把差点被我给整没了 对还是有点就是坎坷的吧 我自己觉得 嗯自己觉得还是有一点坎坷的 然后和上一次进入我们总决赛的时候 两位现在的心情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上一次的话觉得还有个冬冠嘛 但这一次的话没有 后面今年就没有比赛就放手一搏了 挑战准备了就要挑战起来了 对那千诚觉得呢 心境跟上一次进入总决赛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变化 可能会更稳定一点吧 对就是没有太大波动 确实包括今天解说戏一直在夸到广州TG觉得在整个挑战者杯的进步就是呈现在了稳定上稳中又代秀 那同时你们今天的对手佛山GK呢和你们历史交手过19次 所以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熟悉的对手吗 对因为都是老对手嘛老是碰到从试冠开始就老是碰到 嗯熟悉的对手了 那打起来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打起来的话就很熟悉都比较知道对面在哪里可能对面也知道我们在哪里 嗯非常的了解彼此了那千诚这边体验下来呢 就 捧上吧 捧上轻轻说的对是吧 好那和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敲手的话是试冠那场打到巅峰对决的半决赛吗 对是那一场 是那一场 今天没有超过那一场的印象 今天让我印象升的是 还是马克 还是马克波罗 没事咱们毕竟还没有走到总决赛嘛对吧 去到总决赛那一天的时候再拿出马克波罗来证明自己 那轻轻觉得呢 我觉得没啥问题 因为我今天打的也不好我前妻老死 总决赛的话 小心一点我直接说他下哎现在我不吃 在总决赛之前啊其实我觉得两位选手的一个状态也是我们今天虽然说有一些小小的自己有一些想要去弥补的地方 但是同时呢有很多的高光时刻 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 复盘的时候再去好好地总结一番了 那今天呢也是改写了我们整一个结局嘛 就是改写我们试惯的那场比赛的一个结局 两位刚才讲到一项比较深刻 而且同时呢过程也是比较惊心动魄的 但是我知道其实这次挑战者背的一个举办地杭州也是轻轻的家乡 那在家乡打比赛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呢 就想对一帧说一个点吧 上次在苏州 这次在杭州 哦懂了 苏州是一帧的家乡 但是呢咱杭州是小马的家乡 小马想表达的是你的主场道了对吧 对 然后你之前的话其实有表达过有一些杭州的特色美食 也跟大家在微博上分享过嘛 那有想过带千诚啊包括其他的兄弟一起去品尝一下吗 打完比赛的话就一起去大吃一顿吧 打完总决赛一起去大吃一顿 对 好好地去庆祝一份啊 那千诚这边也想问一下 像昨天花海在采访期的时候 他表示博山GK会赢东海西棚 那你有什么想要回应他的呢 只能说又来你失望了 我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所以非常期待到时候你们的一个交手了 然后之前的话凯凯在我们的采访期时有讲过四个点 那今天凯凯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来转达一些什么 刚刚已经说一个点了 说的一个点就是对益政说的那个点了 对 好那千诚再来说个点 我想想吧 你想一想那轻轻再来补充一下 就说 今年我们今天总统赛比伊斯大多 我们三次哎他们两次 所以说我们心态上比他们要好 心态上比他们更好 对 是那千诚这边想好了吗 或者你想对花海说什么 花海吧那就花海吧 花海的话就是上一次没有能赢下他嘛 这一次就轮到我了 这一次就不一定了要赛场上硬碰硬了 是好那最后的话在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知道刚刚千诚也讲到就这一路走过来觉得广州TG走的还是比较坎坷的嘛 然后包括你们微博上很多的粉丝一直在为你们担心 那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呢 在总决赛开始之前 对粉丝说的话就 我们会尽全力打吧 对 会尽全力打 不会让你们失望 对 签诚 就一样嘛 我们肯定第三次了 所以会全力以赴的 不管 不管输赢 希望你们都 可以继续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支持你们 好的 是的 感谢两位这是我们的采访 也再一次恭喜广州TG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竞技到了挑战者杯的总决赛 让我们把时间交回给评论席